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蓝天大海及小鱼村的暖心故事中得到危机 收视最高标志12.7% 高居亚军 他为什么仅仅得了一个第二名 为什么不是第一 第一又是什么来头呢 大家好 我是凡人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啦 2021年度最佳电视剧 排名前三甲的分别是 机智一生生活二 海恩村恰恰恰与黑道律师文森佐 这前三名的体材不是疗愈风格 就是大快人心的爽剧 符合现今需要输压的氛围 而排名第一的是 曹正世主演的机智一生生活二 他延续机翼第一季的气势 创下14.1%高收视 导演申云浩用灰鞋又温暖的手法 细腻刻画医院里生老病死的生活日常 叫好叫做 以35票获班年度戏剧冠军 曹正世是观众心目中的开心果 他不是谐心 但他的表演总是带一点小幽默 他不是专业的喜剧演员 可他所出演的影视剧中 总是有搞笑片段 但大家绝对想不到 这个爱自创各种搞笑梗 总是扮演开心果的曹正世 20岁以前曾经穷的想要自杀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成长历程 那绝对就是苦尽甘来 1980年 曹正世出生于韩国 学生时期的梦想是成为吉他手 为了考取吉他专业 还重考过三次 直到在备考过程中 一位教会牧师发现曹正世的表演天赋 建议他去就读首尔艺术大学戏剧科 后来虽然考上了 却因为当时家里经济贫困 又要照顾年迈的母亲 因此开始在剧团打零工维持生活 乌漏偏逢连夜雨 2000年曹正世20岁的时候父亲突然过世 让他深受打击 突然成为一家之主 还要照顾妈妈 曹正世经济一度陷入困境 雪上加霜的事 他还收到服役的通知 他因为家庭贫困且需要抚养家人 因而申请了免兵役 当时还有兵务厅派员到他家中 调查结果是批准了他的申请 因为他如果去当兵的话 就没有人可以照顾已经60岁的母亲 虽然曹正世从来没有说清楚过 当时家里有多穷 但依当年韩国政府的规定 月收入不到18万元 约1000人民币的人可以申请免兵役 由此可知 那时他家已经达到了低收入户的等级 甚至因为信用等级过低 也无法向银行进行贷款 贫困可想而知 曹正世受访时曾坦言 父亲突然过世 对自己来说是相当痛苦与巨大的试炼 那时我曾想要自杀 但因为没有勇气 最后没有这么做 因为看着妈妈辛苦地生活着 不忍心抛下他 他还透露自己在黑暗时期 就算搬家也都是在极小的房间 必须跟母亲共享一间房 他曾去当过建筑工人 后来因为实在太累了 就酗酒 借酒消愁 最后因为无法申请到助学贷款 中途还被迫从首尔一大修学 不过他也表示既是如此 母亲都没有责怪过他 还很自豪有曹正世这个儿子 这才让他心里好过了一点 也正因此初到初期 曹正世想赚钱的欲望 大于大红大紫的欲望 因为当时没有急于成名的野心 也令他能忠于角色 让自己的演员之路更加深厚 也更深得人心 幸好他的表演天赋 与勤奋终于获得回报 其实曹正世一开始是从音乐剧演员做起的 2004年 凭借音乐剧胡桃夹子出道 曹正世就因帅气的外表 获得了音乐剧界idol的称号 唇红齿白 浓眉大眼 鼻梁高挺 线条冷冽说的就是他了 气质里莫名带着一丝忧郁 任谁看了都会赞叹他的颜值 除了是忧郁王子之外 其实曹正世更有呆萌傻气面貌 气质多变期间 他表演了不少音乐剧 勤劳苦作青年之后 他终于在青春校园剧What's Up 出演了一个酱油角色 迎来了人生第一部作品 而音乐剧的舞台经验 为曹正世的演员之路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次接触大荧幕 就凭借电影《建筑学概论》 获得了韩国青龙电影节的 最佳新人奖 让他获奖的角色 只是一个出场不到十分钟的配角 剧中 曹正世的镜头真的很少 但是他却抓住了这个机会 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年 曹正世与IU在周末电视剧 《最佳李纯信》中 展开了浪漫爱情故事 从那时起 曹正世开启了 他的浪漫喜剧王的篇章 在《我的爱我的新娘》中 曹正世饰演了不懂事的丈夫 塑造了无法令人讨厌 可爱又有趣的角色 而15年 《我的鬼神大人》热播 他饰演了刻薄又多情的厨师 正是俘获了无数少女心 以乐成为大事男演员 从敏感又充满魄力的厨师 到陷入爱河而温柔体贴的男人 曹正世完美展现了 如同变色龙般的演技 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与歌手Gami被拍到约会的照片 两个人也是很快就承认了恋情 曹正世与Gami早在2013年 就通过朋友介绍而相识 因为两个人在音乐方面 有很多话题可以谈 因此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被拍到之前 两个人已经秘密交往了两年时间 两个人恋情不但没有见光死 而且越来越甜蜜 与此同时 曹正世的事业也是不断上升 2016年通过嫉妒的化身 曹正世和浪漫喜剧代表演员 孔孝珍合作 演绎了搞笑又甜蜜的爱情故事 点燃了无数观众的内心 实现了King与Queen的联手 片中曹正世事业拥有健康的外表 和出众口才的SBC电视新闻主播李华信 无论是伤心时的神情 还是极度后悔的样子 曹正世都拿捏得很到位 让观众完全感受不到他的表演痕迹 凭借该片 他更是获得了浪漫喜剧部门 男子最优秀的演技大赏 也更加巩固了他浪漫喜剧之王的宝座 都说在娱乐圈坚持做自己不容易 要想长期的恋爱更是难上加难 但曹正世和嘎米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在娱乐圈还是有真爱的存在 2018年交往了5年的曹正世和嘎米公布了婚讯 也是得到了众多粉丝的祝福 2020年两个人爱的结晶出生 不光疼爱妻子 私下里曹正世的人缘也很好 此间演员朴珍珠还在网上晒出 和曹正世的合拍搞怪视频 两人曾合作过嫉妒的化身 即使剧集早已播完 但友谊依旧不变 作为韩国一线男演员 曹正世拍一集电视剧的价钱 大概是一亿韩元左右 不过在拿到机智的医生生活的邀约后 为了这部剧能够正常的拍摄 曹正世甘愿自降片酬 为的就是保证这部剧的拍摄质量 正是因为有了曹正世这样的做法 才让观众看到了这样一部优秀的电视剧 而在知道曹正世这样的举动之后 韩国网友们也是对曹正世赞不绝口 认为他是一位难得的有情有义的男演员 如今的曹正世接演的每一部剧 几乎都能创出很高的收视率 奠定了一线男性的地位 而在《机智医生生活》一二剧中 他饰演的幽默的肝胆仪外科医生李玉俊 尤其受到大批剧迷的喜爱 现在曹正世在韩国的口碑也是非常好的 婚后和妻子恩爱 如今他三口之家的生活也是十分幸福 可以说他如今是韩国新一代好男人的代表 真正的人生赢家 回首过去的苦日子 他只要更真心现在拥有的一切 人生只有一次 现在想快快乐乐的过完 看完逆天改命派曹正世的一生 对于机智医生生活超越海岸村恰恰恰获得第一一笔吗 希望大家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